聊斋志义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姗姗 真生 长安有一个读书人名叫贾子龙 有一日 他偶然穿过了附近的一条小巷 见到一位风度潇洒的客人 上前一问 原来他叫真生 是在咸阳租赁房屋居住的人 贾子龙对他十分惊养 第二天 他便前往拜见 不巧真生刚好出去了 贾子龙三次前去都没有见到他 他便暗中派人看到他在家了 然后前往拜访 真生故意躲着不出来 贾子龙进里面找他 他才肯出来 两人促膝而坐 倾心相谈 两人以为知己 心中都很高兴 贾子龙到旅店 派了个小书童去买来酒 真生又很能喝酒 还会开很风雅的玩笑 两人很是开心 酒快要喝光时 真生从竹箱里取出一件酒器 是一个白玉杯 无底 真生往里面倒了一杯酒 一下子就满了 然后 再用小酒杯从中咬酒 倒进酒壶 玉杯里的酒始终那么多 贾子龙看了 觉得很神奇 请求真生教他这个法术 真生说 我之所以不愿与你相见 就因为你没有别的短处 但是 贪心还没有处境呀 这是仙家的秘密法术 哪能教给你啊 贾子龙说 冤枉啊 我有什么贪心呀 就是偶尔有点小小的奢求 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罢了 两人相识一笑 便分手了 从此 两人往来贫密 亲密无间 如同一人 只要贾子龙穷困潦倒 真生就拿出一块黑石头 往上面吹一口气 再念几句咒语 然后 用它去磨瓦砾 瓦砾便立刻变为银两 真生就将银两送给贾子龙 但贾子龙刚刚够用 从不盈余 贾子龙没思想多要一点 真生就说 我说你贪心吧 怎么样 怎么样 贾子龙想 直接找他要钱 必然要不来 不如趁他喝醉了睡着时 把黑石偷来再要挟他 一日 两人饮酒过后就睡下了 贾子龙悄悄地起身 在真生的衣服下面搜寻黑石 真生一下子惊醒 说道 我不能同你这个行为不端的人再相处下去了 于是 真生辞别 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后来过了一年多 贾子龙在河边游玩 看到一块像其真生那块洁净剔透的石头 他便捡起来 像宝贝似的珍藏起来 几日后 真生忽质 一副神情恍惚 若有所失的样子 贾子龙上前一面安慰 一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真生说 那块以前你见过的石头 就是仙人的点金石 当年 我跟随豹真子游学 他喜欢我有节操 便送予我那块石头 不久前 我喝醉酒将它丢失了 案子一算 发现它应该在你这里 你若将其交还于我 我来日定将报恩 贾子龙说 我平生从来不欺骗朋友 正像你说的那样 那石头的确在我这 但是 知道管仲非常贫穷的 莫过于他的好友报书 你打算怎么对待我呢 真生于是允诺送他一百两银子 贾子龙说 一百两银子确实不算少 但是希望你交给我口诀 亲自试一试 此生便无憾了 真生担心他不守信用 贾子龙说 你是个仙人 难道不知我贾某 从来对朋友言而有信吗 真生便将口诀传授给他 贾子龙见台阶上 有一块大石头 便想用它来试 真生阻止他上前去点 贾子龙于是弯腰 捡起半块砖头 放在大石头上 说 这样一块不多吧 真生于是同意了 没想到 贾子龙磨的不是砖 而是大石头 真生脸色大变 刚想上前争夺 那大石头 已经变成一块白金了 贾子龙把点金石还给真生 真生叹息道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 但是我随便次人俘虏 一定会受到天地的惩罚 你若愿意帮助我逃避这一罪名 你就施舍一百具棺材 一百领棉衣 你肯答应吗 贾子龙说 我之所以想要这么多钱 原来也没打算把他们藏进地窖 你难道把我看成一个守财奴吗 真生这才高兴地离去了 贾子龙得到了这么一大笔钱 一边施舍 一边做生意 未满三年 就到了施舍的满额 一天 真生忽然来了 他握住贾子龙的手说 你这个人真守信用啊 上次一别后 我被扶神向天地参奏 削去了先吉 幸好蒙宁广为布施 直到现在方将功抵过 希望你继续自我勉励 不要有所懈怠 贾子龙问真生 你在天上坐得什么管 真生说 我是得到的狐狸 出身低微 不堪承受罪孽千累 所以生平自重自爱 不敢有丝毫差错 贾子龙边为他白酒设宴 两个人又像从前一样 快乐地喝起酒来 贾子龙活到九十多岁时 胡仙还常去看望他 长山有一个人 专卖能解皮霜的药 即使已经服用了皮霜 生命危在旦夕之人 只要服下他的解药 没有活不过来的 但他从不将药方传给他人 一天 这人受到猪连被捕入狱 他的妻弟到狱中送饭 偷偷将皮霜夹在饭里 他的妻弟在一旁坐着 他吃完饭之后才告诉他实情 这人不相信 过了一会儿 肚子里闹腾起来 他这才大惊失色 骂道 畜生 还不赶紧去城里 弄薛丽爪磨碎 还有一盏清水 快点弄来 他的妻弟按照他说的将东西弄来 这时候 他上吐下泻 生命垂危 急忙取过解药服下 一下子就好了 从此以后 其解毒的秘方便传播开来 这个故事和狐仙密藏 他的点睛时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